美国联储局自职月开始,每月将减少购买100亿美元国债及50亿美元按揭抵押证券MBS,预计整个买债计划将于明年6月结束,大致合乎预期,但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加息的前瞻指引细节,而且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会后更重新通胀为暂时升,未来将回落至2%水平。 又强调减债路径与加息时间完全没有关系,现在并非加息的时候,声称必会在加息前针对需要满足的经济条件作更多。 更严格的测试,取态明显保守,市场对美国加息的强烈预期有所缓和,美会回落,资金重回科技晶片等高估值股份。 上月美国学生回校上堂,就业数据因而好转,近日通胀亦较为稳定,短期基数经已上升,较难出现下人数字。 加上未来半年联储局仍向市场注入资金,美股在高位应有支撑,虽然美股不会急错并进一步影响投资气氛。 同时资金亦不会因美股下跌而急于抛售港股。 不过港股基于自身因素,短期市况应难有改善,相信恒指紧会在低位维持上落形态。 近日多项通关细节曝光,开关一事如箭再延,零售业有望即将迎来新一波复苏。 医师健康02138的医疗服务需求亦将受惠。 集团为全港最大非医院医疗服务供应商,近年急速发展,平均每75日开一间新店,目前在大中华地区经营60家诊所及服务中心。 主打大健康概念,主营一站式医疗保健平台,分别在香港、澳门,以及其他大湾区城市开设诊所和服务中心,以大包围手法经营。 教传统医疗集团具优势。 管理曾预计2025年客户增长1倍至30万。 营收增长2倍至60亿元。 年复合增长率超过三成。 截至9月底,集团的半年销售额按年升于60%至15.2亿元。 增长步伐持续加快。 当中医疗服务销售额更升于100%。 如强劲表现得以维持或可更早达标。 集团股价于年内远远跑赢大市。 月前自高位回调于四成。 现时似乎重拾声势。 建议后回调买入。 locked靠下来。 Untertit称与平均的赚路口中。 只有106人。 and 费国人的赚路口。 大家的赚路口中。 看到他们改变了更多片 费路口中。 大家的赚路口中。